同样是检讨年轻选票的流失 中国国民党表态 要培养优秀的人才 要倾听年轻人的想法 而民进党则把矛头对准了封禁抖音 并且成立所谓的认知战研究中心 您如何对比这两方的表态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 我想分两个层次来答复 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国民党 国民党他如果要年轻化的 如果要年轻化 朝年轻化的角度去发展的话 我认为很简单 现在在位的这些人 不管是主席什么中常委 什么大大小小小的这些党官 你就宣布下台 为什么年龄 你们的年龄几岁 你几岁 换句话说 你要把行动拿出来 不要嘴巴打嘴炮 满嘴跑火车 没有用 再来谈抖音的问题 我跟各位报告 我去每天早上 我都有快走一个小时的习惯 我每天快走一个小时 跟我摩肩 跟我擦肩而过的 不管是中年人 老年人 年轻人 拿着手机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低头族 一面走路 一面看手机 我是没那个习惯 然后我听到他们的声音 不是抖音 短视频 再不然就是今日头条的一些视频 现在在执政 在台湾执政的 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进党 是今日头条党 是抖音党 我跟各位报告 所以民进党非常害怕 它内心世界 非常的玻璃心 非常的脆弱 它怕 抖音 抖音不得了 到处都是抖音 他们会觉得 这个政权会不保 所以我觉得 抖音有什么好害怕的 就让大家听 就让大家看 因为你进 这叫什么 春风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你是进不掉的 除非 他 这个征求 一百万个政治警察 每一个政治警察就看 王丰 你这个手机在看什么 你在看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在看抖音 你是不是在看短视频 不可以 没收 除非这样子 那你敢吗 台湾号称民主自由 人权 你敢这样子干吗 不敢 所以我认为 抖音不但进不了 而且会继续在台湾 发扬光大